比赛场地天气情况非常理想 我是汪涛 今天这场比赛将我和苏东苏之道一同为您解说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对阵双方分别是德国女足和中国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失误了 把球给对手了 这个球把握好了 就是绝佳机会 门将这下可不轻松 把脚弄射 射门没能威胁到球门 他对对手的行动 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这一脚神远射球进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看场上的队员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这样的进球啊 绝对算得上是世界波 没错 势大力尘的一脚远射 是啊 这一脚射门离近区相当遥远 他对球的拿捏是非常的准确 这是一粒史诗般的远射进球 太精彩了 这个进球足以被载入史册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前点 德布里斯拿球 就回到了德布里斯的控制 这次扑就不错 罚了个短的 直接攻门了 狂两将球摊回了场上 还有机会 机会 投球 门将反应太快了 这球都能扑出去 就是 直接开到了禁区里 危机被门将化解了 精彩的飞身扑救 一个好门将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没错 投球 这一点攻击性都没有啊 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 黄霜 他的防守经验 非常的丰富 对对手这个预判啊 太准了 基本攻很扎实 护球护得很严实 传给了王珊珊 前点队友已经包抄到位了 看看这次横传 后卫化解了这次险情 看看张锐的处理 球直接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 被挡了出来 王珊还是碰到球了 顶级的球感 顶级的射数 顶级的进球啊 不等球落地 直接就是一脚零空抽射 太漂亮了 这种球最能诠释足球的魅力 看的人是热血沸腾啊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王珊珊 进入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 中路的队友接到了这个横传 但是对方的防守也到位了 这种防守 这种解围 真是精彩啊 反击的机会来了 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 转化为进球 这小胜门直接就被封堵了 亚历山的大波普 本财举席 约备 这个球主裁判没有给判点球 看台上的观众就非常不满了 他们认为主裁判的尺度拿捏 过于宽松了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 预判的很准确 亚历山的拉波普 他把吹了犯规 给了个认一球 球被门将拿到了 将球大范围转移到了另一边 这个突破非常漂亮 这球该有了吧 还有机会 球被衡量 谈回场上了 怎么打怎么有啊 分差已经被拉开到了三个球了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走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赛才进行到一半就打出这么大的分差呀 林达达尔曼 传给了奥贝尔多福 萨拉达布里茨 交给了福特 球传到了禁区 防守队员及时将球控制 进攻方没有机会了 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这是波普 机会不错 波普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场边的球迷显然非常不满 裁判员的判罚 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点球啊 后卫把球清理出去了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咱们并没有吹停比赛 而是判了进攻有力 交给了福特 把球传到了禁区 球确实传得不错啊 门将也是这么想的 边路拿球 空间很足啊 门中找进区里的队友 一球被及时地解围了出来 在后场用滑铲 抢回了球权 哎呀 麻烦咯 这一下搞不好裁判会出牌的 裁判干脆地掏出了黄牌 估计犯规的队员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亚历山德拉伯普 伍特拿到了球 达尔曼的机会 文将及时做出了反应 直接把球罚到了进区里 唐嘉丽 腰尾 腰尾 把球送进了禁区 球还在危险区 队员发挥不错 防住了这次进攻 咱们冥想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 比分 中场休息结束 中国姑娘们比分领先 进入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这球过去了 尝试打门 尝试了一脚远射 偏出了球门 避会好的话 打远射 其实无可厚非 对的 教练准备派上他的替补队员了 萨拉达布里茨 传给了布兰德 球权到了对手脚下 他的伤痛对他还是有影响的 教练可能会把他换下去 身边的队友啊 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一脚射门 防止队员在射门路线上 飞身堵枪眼 你看这个球 他又大又远 有了 什么叫默契 这就叫默契 所谓球到人到 刚刚好 还没有越位 在进门柱的位置 他抢到了这次机会 把球送进了球门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来看看他们的进攻段的发挥 比分差一点点 又被拉大 在后场控球 他也并没有慌张 赢得很快 斯维尼亚 胡特 波普拿球 交给了胡特 达布里茨拿球 波普可以打门了 又被门将扑出去了 球没进 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 做出关键扑球 厉害 找到了方式队员身后的空档 这球能进吗 好大 又一个他们三球领先了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下传球分量给他掐的好处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比方被改写成了4比1 斯维尼亚 胡特 想找前面的队友 这是个好球 这球没有处理好 常规时间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分钟 视野很开阔 横传传到后点 进攻方只能是从头再来了 博普可以打门了 门将这下可不轻松啊 脚球开出来 往前点打 看他怎么处理 只比横梁高了那么一点点 再有下次结果可就不一样了 球被解围了出来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 马贵处理球 机会不错 机会不错 波普 有了 这个球的船跑结合得非常好 刚刚好不越位 一个直接面对门将的二打一的机会 轻松完成破门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身上的伤对他影响很大 教练不应该让他继续比赛了 还在寻找防守空刀 绝强的机会啊 比起他这三个进球 大家更关心的是 到底谁能拦得住他呢 什么叫手术刀板 精准的传球脚法 看看这条球就知道了 实在是太到位了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2 现在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莱纳阿波多福 亚历山德拉伯普 亚历山德拉伯普 来到了禁区边上 全场观众开始沸腾 高喊射门 这样的射门哪怕没进啊 球迷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边路现在空间很大 王者队员先把球解围出去 但处理的不太理想啊 对手还有机会 还是需要更有质量的进攻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边路空间很大 没有选择继续下敌 而是带球内切 他从边路切进来了 直接顶到了门将的手中了 这就是没什么威胁了 是啊 这次拦截充分体现了 他在防守上的造诣啊 朱尔布兰德 里纳马过 他脚下技术非常先熟啊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没办法越了一点点啊 那也是越位啊 他们决定现在派上替补 里纳马过 伯普可以打门了 没拿住 但是也扑到了 这下球迷可以喘口气了 机会来了 这球略微缩小了分差 不过时间也不多了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3 主则办明照结束了比赛 就行 出品 你看 感谢观看